当地时间9月9日,正至香港第23个禁失日前夕,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举行公众开放日教师专场活动,邀请了600位香港教育界人士前来参观座谈。 当天上午9点多,香港中联办迎来了第一批200位教育界人士,中联办办公大楼前树立着欢迎走进香港中联办的标牌。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谭铁牛表示,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,所以会在禁失日前组织这样的活动,也希望大家以后常来。 老师很重要,老师的职业很光荣,禁失日来临之前我想也是因大家的反应吧,包括因为今天在座的很多绝大多都从来没有来过中联办。 然后那个4月份我们第一次开放日以后,很多朋友也希望有这个机会来,那我们就说,对吧,他组什么,以后大家还可以放来,这个门是开着的。 谭铁牛表示,近年来内地教育事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,这与香港各界人士对于内地教育事业的关心息息相关。 此时此刻呀,我们不会忘记,也永远不会忘记,在我国改革开放和教育发展起步阶段, 邵义夫、田家炳、王宽诚等香港社会各界对于内地教育的大力支持。 在四川大地震之后,香港社会各阶层人士对灾区重建,特别是教育恢复重建,提供了无私援助,让我们无比感动。 谭铁牛说,目前香港与内地教育交流合作正在不断地深入,姐妹学校、结队学校超过一千对, 每年有超过十万的香港青少年前往内地进行教育交流。 他期待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下,香港教育界将更加融入国家教育发展大局。 当天,中联办开放的参观区域包括地下大堂,二楼的西式会客厅和中式会客厅, 三楼的中联办办事展览厅、教育展及多功能厅,八楼的餐厅及九楼文康活动室和图书室。 来自香港专业进修学校的校长陈卓夕表示,这次参观让自己对于香港中联办的观感更加立体。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开放日,觉得是很新鲜,真的是大开眼界了,我想既有这个非常严肃、隆重的一面, 也看到非常平民的、亲切的一面,所以是大开眼界也对于这个有更立体的那个了解。 不少第一次走进中联办的教师表示,通过这次参观,感受到中联办对教育工作者的认可, 也深感教育工作责任重大,未来希望通过日常接触交流, 让香港青少年对国家、对香港发展前景有更多了解, 把握住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。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于2018年4月28日至29日首次举行了公众开放日活动, 此次为第二次开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